竹山镇农会为了辅导支援返乡青农组织联盟 在甜妈妈幸福甜心教室举办全方位农村人才培训活动 在地食材做好菜的活动 30位农村帅哥美女晚秀下厨 学做高丽菜卷木瓜焗烤等等的料理 以创新思维打造青农的新世代农业 提升农村农业的竞争力 学员们每人所忠一团面球仔细搓揉 并加上五股杂粮 准备做成好吃的杂粮馒头 另一边几位学员将熟成的木瓜切拌 挖去里面种子 这是木瓜焗烤重要材料 竹山青农联盟在地食材做好菜演习活动 依照竹山镇农会在地青年农民组织 与辅导计划全方位农村人才培训办理 顺病姐妈妈、班长林仙格、林崇良 以及李梦荣三位讲师指导 农会加镇指导员 孙廷为现场督导协助 竹山青农联盟会长邱淑仪 率30名会员到场与会 邱淑仪会长指出 这堂课的名称为在地食材做好菜 所有食材都是由在地青农 所种植出来的最新鲜无毒蔬果 希望透过此次活动 让游客了解到在地食材的好滋味 今天我们是一个以竹山在地的食材来做料理的一堂课 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名称叫做在地食材做好菜 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在地食材提供的都是我们在地青农种植的食材 然后有高丽菜 是我们渔物粥叔叔家跟其树他们一起种的高丽菜 然后还有我们果布斯的木瓜是没有用药的 还有我们的 今天你桌 就是我们桌上目前所有看到的 还有芭拉那些 都是我们竹山在地的青农 然后还有一些小农们一起种植的 我们也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也特地去跟大家采买这些食材一起来制作 然后我们在竹山 其实目前大家都有在办一些在地的农游活动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提升自己的技能之后 然后客人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用在地的食材去做菜给客人吃 让客人真的可以体验到我们在地的小农所种植的蔬果的好滋味 竹山正农会家政指导员沈廷卫表示 这次的培训主要是希望竹山的青农能够和农会的铁妈妈做整合 能够推销在地农采 希望青农们了解他们的产品如何入菜 因为主要是希望说我们的在地的 竹山我们在地的青农呢 能够和我们的田妈妈 然后我们各地的资源做整合 然后也可以推销我们在地的一个农产品 然后希望说能够帮我们把青农跟田妈妈的做结合 对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的一些在地的食材 然后也可以怎么样去做露菜 然后他们在销售的部分也可以让他们就是做推广 主导老师田妈妈班长林仙格表示 希望把青农们的种植作物可以融入菜市中 因此这次的料理全部都是由青农们所提供 而他们的食材都是无毒农作 希望未来大家都能够多多选购 今天青农到我们幸福甜心来举办这个活动 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把青农所种植的一些农作物呢 把它入菜 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做了那个甜点之类的话 有奶酪 白香果的奶酪 还有就是现在呢高丽菜架崩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高丽菜除了做水饺之外 除了做泡菜之外 我们再把它做成高丽菜卷 而且我们的材料 我们那个高丽菜卷里面的材料呢 是非常天然的贡丸的材料 那再来就是我们把木瓜用来做焗烤 做一个淡沙拉的焗烤 那这个呢是一个还蛮不 就是很创新的一个做法 对而且他们的食材都是没有用农药的 非常的安全 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安心的使用 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青农 竹山政农会总干事郑文会表示 竹山青农联盟确实为在地农业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 而这份活力正需要大家的资源鼓励 让他们有信心持续留守农村 为台湾的农业而努力